方雄 夏守子 你終於回京了 早就勸侯爷 不要過早介入黨征 當時你不信 現在信了吧 这一次是我大义了 这么大个跟头 恐怕不是大义二次 能说得过去吧 你今天好心来看我 就只是想让我知道 我这个跟头是怎么栽的吗 这还有何意义 总之现在你是一败涂地 不仅光耀无存 甚至性命不保 下首尊回来了 也于事无补 你想补到什么程度 你能补到什么程度 你咬紧牙关 我保你不死 你不死 只能这样了 再多陛下就要疑心了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还望下首尊 能够完成这个约定 与谢侯爷之间的约定 我什么时候没完成过 五日前 盛驾从围长回宫 一回来就中赏了靖王两码二十匹 金珠十颗 玉如意义饼 加上他在猎场大显永威 为大梁天才 这几日东宫和豫王 给靖王送去了贺礼 朝臣们跟风也都纷纷登门 但靖王只收了几位皇子的礼担 说是兄弟之溃确之不有 其他的就一概不收了 十三先生奉宗主之命 已经开始处理秦班若 安插在各朝春府邸的眼线 有些是他们在搜集情报时 失手被发现 有的是出了私情案件被逐 还有一些 斩了几条了 斩了七八条了 老稱吃第一刻 这 greeting 登写 温暐 永继